6 7 那孩子是抱在我的右手 他就哭了幾聲 那我那時候很鎮定的跟我孩子講說 你不要害怕 媽媽在你旁邊 你不要怕 媽媽會保護你 好啦 要握喔 要握喔 對 好 出去 出去 很好 來 再一個 我的右手是我老公 他緊緊抓住我的手 對 我老公非常愛我 所以他緊緊抓住我的手 所以那時候整個右手全部都腫脹 然後出來的時候 整隻手是完全沒有知覺的 那我的左腳是 我去做檢查的話 他是壓到我的中間的一個 坐骨神經 所以我整個左腳的外側是沒有知覺的 我這樣碰他就非常的刺痛 然後經過了這幾個月的治療 我手已經可以自己 就已經可以打開了 然後我也有辦法把它舉起來 對 這就經過這幾個月的治療 我覺得進步了非常的多 我真的很感謝我的家人 他們對我不離不棄 然後一直很小心翼翼的守護我 因為他們有時候 尤其是我大哥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一定治得好的 我相信你可以治得好 我大哥一直給我這樣子的一個信念 他說 你不要去聽太多數據的東西 有時候數據不一定是準確的 我覺得你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透過你的大腦 告訴你的身體會好 你的身體就一定會好 我這條命還是要說 這條命是社會大眾給我的 因為靠太多人的力量 我才有辦法活到現在 我要在我未來的下半生 這個有生之年 我要不斷地盡我所能 去幫助更多弱勢的人